原住民学生在公开的活动 甚至一些大型的开幕仪式 都会被安排表演 这种现象也变得很普遍 对高中子学校的积极推动 原住民艺能班的创作学习课程 原住民学生认为 可以加深自己对文化的认同 说自信是有 但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培养一些 对自己认知 对自己文化认知的一些自信 会啊 会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然后也对自己觉得说 是原住民感到很骄傲这样 来自台东花莲屏东三县市所 高中子学校的原住民艺能班 一百多位学生 6月1号聚集在国立台湾史全馆 参加所届跨县市的原艺班交流展演 原住民学生展现了朝气 尽管这些原住民学生热情养溢 但是老师对于原艺班未来毕业后 进大学的衔接教育就中断 则感到忧心 像台湾艺术大学 它舞蹈系 它只有加挂一个名额或两个名额给原住民 其实还是不足 那我们培育这么多的孩子 大学里面没办法衔接 这是一个目前我们在整个中等教育 或者是我们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最大的一个困境 目前大学里也有部分大学有设原住民专班 正积极对于原住民学生进行衔接的教育 还是回归到我们休闲产业管理系 来辅导这些同学 那当然他有两个比较大的模组 一是观光模组 一个休闲产业模组 我想基本上都是为他将来的就业来铺路 他还能活下去 他还回他的原住民的地方去 能够生活 能够赚钱 在大学里设原住民专班 毕竟是少数学校 大多数的原住民学生和家长 都能希望教育部能重视这样的发展 记者高朝非安 富龙台东采访报道